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着小小记者旅行去活泼地探索大自然 有好厉害的广播老师们教我们怎么写新闻 打开耳朵用心地听 这是我们跟环境的约定 小小主播要把环境教育的知识分享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它弄不好它可能会影响到人家 就会因为它无事到 所以世代记呢 就只要看它旁边有没有干干的东西 它会遇见 要随着一个品牌 如果进来的水太算 比如说边小鱼鱼 如果太前边大鱼鱼 我们就会在这边去把它加药 把它调整到中庆的范围 盖盖可以用 它符合我们的国家拔范 这里好像很喘 你但是没有人 然后用这种叫做 厨师大街 您叫你的 跳 跳 跳 嘻嘻嘻 很奇怪的 觸感 這是什麼 比較硬的左動 左動 嘻嘻嘻 好可怕 不能太用力 環保電台 環保電台要提問 感謝我們剛剛聲音電台 現在是環保電台 這個問題真的很好 其實現在政府機構 姐姐我呢 我是隸屬經濟部工業局 所以你們目前所站的位置 是屬於工業局的財產 那工業局呢 他在整個台灣 他有四十幾座的污水處理場 四十幾座 但是他只要是在大的鄉鎮 他都會設一個大型的污水處理場 所以我們斗六呢 這邊總共有幾座污水處理場 我斗六呢 只有他其中一座 我們還有雲科公 還有竹圍籽 還有十六班 整個雲林呢 在這個附近 在斗六市這個附近 就有四座污水處理場 它都是屬於工業廢水 那為什麼會在這邊 因為工業局呢 他在創建一個工業區的時候 他就已經設計了喔 要有一個污水處理場 來處理整個工業區的廠商 那我們常常 你會為什麼會問說 為什麼要設在這裡 就是因為這間工廠多啊 工廠多 什麼就會多 工廠多 什麼就會多 對 就是廢水多 污水處理場的創始人是誰 這個部分我回答你的問題 嗯 污水處理場喔 就是主要是隸屬在 經濟部工業群 那所以是屬於一個 公家單位 所以應該說 創始人的話 就是我們整個工業群 政府的 你覺得他叫做工業群 是大的事情 直接往他中間 不會讓他直接練 主要就是在這邊 工人的會員 然後用稻草 然後稻草 也會一間看到嗎 有很大隻的青蛙 我就去抓青蛙 然後像 暑假一到呢 還有可能做什麼 釣魚啊 我的小時候 我的童也是這樣 我覺得你們都很棒 你們都要 開始了解 整個生態環境 保護局的本資環 因為 姐姐的時候 你們都會 或許在上面 給大家知道 那你說這一次 下山活動 當然有啊 我們 大衛隊的話 有一場 漁業演啊 也是以 懷孕有願力的 只是我們這一場是 帶到海線去 那我們是走 時盟的部分 所以下一場的年齡成績 會就可以在國小 三年級 明天啊 我來 我來 很快 是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舉辦一百一十一年 雲林暑集環境教育民隊 在11月份,我來這邊就發言,那我本身呢,是從化驗出生,那我化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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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是在分析這些工業的廢水,那一路成長到現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